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考的时候促心大意吧 然后就没长脑子 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我买了个16G的手机 然后内存现在根本不够用 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小时候没多运动 没长高 现在身边的朋友都长1米7多了 而我只有一六五 都不道歉 我觉得最后悔的事情 我没有报考新疆的大学 新疆好多帅哥 就是说到现在 就是没有糖果烈 就是上次月考没考好 这辈子都是后悔的 就是我做围经子游得太快了 做围经子游得太快了 可能是小时候 不过碳酸饮料喝得太多吧 没有长高 没有便收 你最后悔啥 最后悔就是 不该报这个学校 初中的时候把我头发剪了 宝宝 你觉得这辈子 做到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宝宝 你觉得这辈子 做到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初中的时候 没有像一个女孩表白 最后悔的事情 没有 没有后悔的事情 你觉得这辈子 都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吗 有啥遗憾的事 没有遗憾的事 挺满意的 最后悔的事 你要不要脸吗 大一大二没好好玩 找了现男友 找了现男友 好 如果让你重来的话 你会想做 如果我重来 我还是会买19G的手机 因为我没有钱买64G的 再来一次的话 我想做一条狗 因为我想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家狗过得特别幸福 就是每天我都抱着他睡觉 然后每天吃好睡好 然后我在外面挣枪 我在外面上课 然后他在家里面睡觉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再有重来的话 我希望我当我们家的狗 我们家的狗当我的主人 再来一次 我就会从小说就开始 学这个专业 好歹能够考到制成去吧 圆梦 如果说让你重来 你会怎么办 有骂点 再把数学再好好看一下子 高中不谈恋爱 高中不谈恋爱 嗯 为什么 耽误啊 耽误学习 太耽误人了真的 不会选择在中招前 向他表白一次 然后不管结果如何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直到失去后 我才追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 能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会对他说三个字 去死吧 贾琳 嗯 你这辈子做个最不后悔的事情 是什么 刚刚看神兽麻将馆了 特好看 是吗 嗯 对 对 对